我是Jesse,千禧谨慎,组织都谋 一年一度的猎人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作为一名赏金猎人,做梦都想获得猎王称号 但是想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除了自身实力必须过硬,当然也少不了可以信赖的战友 今年的比赛地点就在下方这片迷雾环绕的海岛上 传闻这里僵尸成群,每到夜晚就拉帮结伙地出来修炼 其中还有一只僵尸,采天地之灵气,具日月之精华 经过千年的修炼,终成王者 而本次比赛的信物就在他的身上 传闻那是一把杀僵尸如砍瓜切菜的神器 火焰喷射器在他面前都毫无可比性 此次猎人大赛,我必将其收入囊中 谁也不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 与神杀神,欲佛杀佛,猎王称号非我莫属 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提前选好一个集合地点 大家围绕着集合地点周边进行物质收集 待到天黑之前再次集合 我腾空一跃跳了出去 高速俯冲直奔防区 抢向落地才能赢得先机 落地赶紧搜索物资 M16,运气不错 什么声音,背后有人 击杀淘汰 飞得那么慢还敢给我抢落点 猎王称号与你无缘,明年再来吧 还有脚步声,在哪里 好像是这边,我一路寻声而去 看到你了 击杀淘汰 看看给我送来了什么好东西 P92一把,9毫米子弹若干 嗨,一看就是一个新手猎人 就算我好心放你一马,你也熬不过第一个黑夜 算了,不纠结了,还是抓紧时间搜索物资吧 经过一番紧张的搜索,收获9毫米子弹与556子弹累计400多发 一想到夜晚铺天盖地的僵尸,心里还是没地啊 眼前天色逐渐昏暗下来,还是赶紧去集合地点吧 人多力量大,面对成群的僵尸应该还有一战之力 咦,有飞机,在哪里? 这可是僵尸王出行的豪华作家啊 只见六个大箱子从天而降 摩擦空气之下,竟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黑夜马上就要来临 届时,这里将变成僵尸的乐园 此时猫人行动,别人危机重重 还是先与队友会合,安全地度过这个黑夜再说 随着夕阳的落下,灵星的僵尸开始行动 有轻声,队友被僵尸袭击了 我快不来到二楼阳台疯狂扫射,掩护队友安全撤退 此时,船船房内也不安全 我沿着防岩边缘小心前行 轻轻一跃来到了平方的屋顶 只要小心远程攻击的口水僵尸 安全度过这个夜外,也毫无压力 不过,小心使得万年船 真正的黑夜还未到来 还是急剩掉子弹,发挥手枪吧 伤害也不低嘛 总比赤手空拳也好得多哦 黑夜终于来临,僵尸们奋涌而至 被弹的数量以可见的速度飞快下降 队友们为了补充弹药 竟纷纷从屋顶跳下 在僵尸群中收集子弹 眼见队友陷入危机 我突然想起,背包里还有一颗诱饵手雷 立马掏出向前方空地丢去 一号队友趁机逃离了僵尸的追杀 安全地与四号队友会合 枪身在屋檐边上 此时队友的位置正好与我成为夹角之势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左方兵子弹耗尽 换上M16,继续 终于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 东方亮起了一片曙光 僵尸重新回到了阴暗的地下 躲藏了起来 队友们也集合到一起 治疗伤势整理物资 是时候向僵尸王发起进攻了 此时自弹过千 打个僵尸王还不是轻松加淡定 我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看到你了 对空险 十九花子弹就消灭了这只横行千年的僵尸王 运气真是好到爆棚啊 这应该算是史上最好打的僵尸王了吧 外墙中干就是个摆设 M249 人送外号大波罗 弹侠容弹量100发 射速超快 这绝对是个大宝贝 带到僵尸来袭 顶让他们有来无回 跟随队友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安全区边缘的房区 静静地等待夜幕的到来 此时我们物资丰富 冰枪马装 再也不怕被僵尸追得上村下跳了 放马过来吧 夜幕终于来临 僵尸们凭借敏锐的嗅觉 找到了我们 不怕死地冲了过来 哦不对 僵尸已经死过一回了 尝尝我大波罗的威力吧 来多少我杀多少 伴随着灵敏的突破 到来 僵尸自知不敌 纷纷退去 只留下满地的武器 还有换药 此时 安全区已经刷出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一路狂奔 警戒四周 咦 东南方向有敌人 目测距离200米 换上SLR 返径瞄准 敌人的步伐太过妖艳 连中三枪也未能击倒 暂且放他一马 先进安全区再说 东北方向有枪声 坏了 队友被击倒 快点藏好 我来了 可惜此时毒圈 依然来临 队友已毫无生还的可能 我只能含泪 向安全区冲去 一号二号 你们最安心的去吧 最后的荣耀 必定属于我们 简单治疗伤势 我快步来到了 安全区的边缘 有枪声 在哪里 看到你了 是只两人小队 好疼 多亏我是三级头甲 不然就危险了 我迅速治疗伤势 眼角余光 紧盯敌人移动的方向 疗伤完毕 我迅速起身 开净扫射 击倒一人 收获双杀 此时战场上 仅剩一名敌人 出来吧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追打我 我是杰西 千禧谨慎 足智斗谋 今天 我终于获得了猎王的称号 长久以来的愿望 得以实现 在此 我要感谢那三位 与我患难与共的队友 为我遮风挡雨 救我于水火之中 仇敌三千 乃我何 只为兄弟 战今生 我是杰西 我还会回来的 我还会回来的 你 Jorge